各位就说有JavaScript是前端的 那如果我是像ServerLate ServerLate的部分的话呢 实际上就像我这边有一个专案 前端的话它也是个表单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好了 就是说你如果做出一个表单之后 那这些表单呢 我们比如说要输入一些资料上去 输入一些资料上去的话 那假设说输入之后要做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就输入一个资料 然后填了一些资料 比如说这边有多选 好两个 按下送出之后的话呢 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接收端 那接收端的话呢 就必须要写一个所谓的那个 我这边是写成ServerLate 那这个ServerLate实际上就类似像 在这个我想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用Effelix开发那个Java程式 那实际上的这个ServerLate的写法 跟你们之前的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差异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实际上我这边有产生一个 Pitch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View 这个View的话接收到之后呢 就把结果秀出来 那里面的话有哪些东西 特别注意你可以在这边 这边有没有新建一个ServerLate 这个ServerLate跟你们之前在 New一个什么的class类似啊 就是说在Server端是叫做ServerLate 可是在Client端你们的有没有 在Run的时候你们是新增一个class 那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里面程式码基本上 各位有没有看到 其实透过ServerLate我可以Request跟Response Request就是把那个我Client端送过来的那个有没有 那里面的资料把它接收到嘛 那Response的话你就可以把它Response出去 所以基本上哦 在那个我们动态网页里面最重要就是 如何去取得Client的需求 然后呢把最后的结果输出去 那里面一样的方式嘛 其实撰写的流程基本上哦 就是利用比如说这边我建立一个 一个out的物件 利用这个printriter的这个类别 建立一个out的物件 然后有个方法是printline 把这些相关的有没有 预法把它怎么样输出去 那画面上面的话 如果说我要什么画面 基本上呢也还是需要去了解什么htm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如果你不了解htm的一个基本的标签的话 你要输出就有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地方很重要 我需要把前面的那个标签 再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进一步 你必须要能够有这方面撰写能力 你后面的才有办法爬写去玩 那这个是我把后面会教各位的话 所以先跟各位做个提示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表单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有几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说 有一些是在htm5之后才有的一些 才有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元素 大概讲一下 这个本来就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是新的 这个password本来就有 如果说你要建立一个 就是资料里面的话 有这个password 比如说你要让人家login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个这个账号跟密码 那密码部分的话 如果你不想要显示的话 你可以在input type里面呢 把它等于什么password的 那将来输入之后呢 就会是点点点的状态 那再来另外呢 在我们的input type里面呢 还会有个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hidden 就是说隐藏栏位 那隐藏栏位主要的用途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资料 你想要暂时存放 而不让人家看到的话 你可以用hidden 这个hidden的话 偶尔也会用到 不过hidden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暂时存放一些资料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呢 一般有一些比较进阶的使用者 他看一下原始码 他也可以知道说 里面有哪些hidden 所以有些资料 如果没有安全性的话 我有时候也会放在隐藏栏位里面 然后做存取 因为这样的话呢 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那至于说 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运用 我想后面我会再举例 让大家知道 那接下来的话呢 怎么样上传这个资料 那上传资料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呢 也需要用到一个 有没有action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php 或者是将来我们可以用一个 所谓的那个jsp 可以去做接收的动作 也就是可以从开端里面呢 把资料传送到server端上面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将来呢 也会做个练习 那这里的话 我们在input type里面 其实只要一个 这个地方有个input type的类型 type类型的叫做file 那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从client端里面呢 去存取 抓到某个资料的话 那在input type里面 有个叫file file的一个这个类别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的部分呢 是旧的html4的定义 那html5新增哪些东西 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过就是 它有一个input type 叫做什么email 那这个email呢 在旧版的浏览器里面呢 它一定不会work 可是呢 在新版的html的support的 这个浏览器 它就会支援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的input type 等于email的时候 那email的部分的话 你如果给它一个什么呢 不是标准正确的email信箱 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告诉各位 那比如说 我们来做个练习 就是这个 新建一个html档案 那里面的话 有个input type 等于email 然后后面加一个什么 什么的 summit 一个按钮 对不对 按下送出 如果说呢 我这边填的资料不正确的话 那这个地方会 会秀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我建立一个 叫Fone1的一个 这个html档案 那里面的话 有一个input type 是email 那我把它转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把这个转起来之后呢 那我就填一些资料上去 这个不是合法的嘛 不过按下 那个什么 summit query 按下去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浏览器 你会发现 因为我内部浏览器怎么样 它其实 在这个部分 它没有support到html 所以如果说 各位呢 要测试的话 请各位把上面这个 UI 这个网址 把它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save 把它这个copy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到你的 其他的浏览器 我建议是用 Chrome 或Firebox 然后呢 把它enter上去 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有support 就是在 别的浏览器 要support html5之后 按下查询 送出查询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请输入一个 电子邮件地址 那也就是说 这个html5的功能 它不完全 全部都适用 如果你在旧的电脑上面 就没责了 但是基本上 我们 你要必须要往前看 你不能说 我这一支 顾虑到旧的 我就不要这样设计 因为基本上 未来的浏览器 一定都会支援 html5 那只是说 资源的快慢 多少而已 所以刚刚有同学问到说 那为什么 有一些 浏览器它不完全支援 有一些是完全支援 那就是看 取决于什么 每一家厂商的态度 不一样 因为这里面 有太多的商业利益 考量 因为呢 一个browser 其实说真的 这个browser 其实就是市占率 市占率里面 其实到太多东西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第一个sample 就是说 如果你用的 type是email的话 那一定要输入 是一个email 或者会跳出一个 这个错误讯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早期 如果说呢 没有html5 support的话 那你必须要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你必须要写 JavaScript一句话 或者是说 你要写 server端的这个判断 判断说 它到底是不是 一个email 那就很麻烦 你要做很多事情 那如果html5 已经support的话 那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略过 那第一个是 有关email类型 第二个是什么呢 再来的话呢 这个也是新的 是一个input type 是url 所谓url 就是说呢 你这里面输入 如果不是一个url 它也会跳出错误 ok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看各位可以练习 第一个就是 在input type里面呢 一个email 你可以test一下看看 记得最好是在那个像 chrome的浏览器上 快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是uil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 新的是所谓的search 那search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搜寻 自串的功能 所以这边有个search 另外还有这个 就是电话号码的话 那你可以input type 有一个这个tail 就是电话号码 所以这边有四个新的 那再来的话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lumber 这个也是 蛮好用的 不过我试过 像这个lumber 我在firefox上面是 没有出现 可是在chrome里面呢 却出现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这个lumber的部分 那lumber的部分的话呢 它里面 有可以让你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最小的跟最大的 还有step step就是间隔为多少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可以让user去 比如说像你那个购物的时候 有没有 你就可以去选择 不一定是下拉选单 你可以是一个什么 一个lumber 然后让他自己去填数字进去 它会有最大跟最小的限制 这个lumber的部分 那再来还有一个range 我想这个也是新的 新的这个元素 然后另外还有color 你也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所谓的调色盘 color 再来的话 还有日期 这个我想日期的部分 是非常的好用 因为早期没有这个日期的选择的话 非常麻烦 因为user都会乱key 让他乱key日期的话 其实很麻烦 你要去check check之后 你要告诉正确的格式 所以如果说他这边 有跳出一个 这个日期的一个 画面的话 这个视窗的话 那还可以用选取的 所以这个地方 input type里面有个date 这边有个date 然后甚至你这边有好几种 有month 有week 还有date time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总共会有几个是新的 OK 那这边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主要email uil 跟search 还有lumber 还有range color 跟这个date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建一个 一个新的表单 一个新的网页 然后把这些新的元素 都试试看 那么 谢谢大家